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是習近平精神分裂 還是中共國安部挑戰習? 中共升兩上將藏殺機 分析值有三處不尋常 防備臺灣有事 日本將整建5機場11港口 澳洲學者分析 法輪功學員勸三退是搞政治嗎?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3月29日星期五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更新和動態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是習近平精神分裂 還是中共國安部挑戰習? 中共藉助一年一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邀請了全球商界領袖和跨國企業高管雲集北京 中共黨魁習近平更是在3月27日親自接見他們 展現中共的開放姿態 並稱北京致力於改善營商環境 試圖安撫美國商界領袖繼續投資中國的經濟發展 但第二天 中共國安部就發布微電影 要中國民眾警惕境外間諜情報機關 以調查諮詢活動為掩護 意圖竊取中國重點領域涉密資訊 對中共國家安全構成重大風險隱患 中共國安部稱 調查諮詢公司以協助中國公司海外上市為由 引誘該公司人員回答涉密問題 超範圍查詢涉密資料 拍攝核心產品涉密檔案 對該公司開展全面調查 凡此種種 實則藉此獲取核心資料和國家秘密 加拿大懷裔作家盛雪對希望之聲表示 首先 習近平很清楚現在中國經濟需要有外資 需要有國際貿易 他也想要 另一方面 他又想要讓中國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 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權 在這當中 就會出現方方面面的自相矛盾 自相對立的政策 而且 下面再去揣摩上面的政策的過程當中 下面也會拼命地去表現 拼命地去越來越激進 中共的這種政治環境 這樣的一種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權 它就不可能給任何人一個安全的保證 包括習近平自己 前總理李克強 前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 他為什麼會給這些外資外商保證? 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政權 連習近平本人的安全都不能保障 又怎麼會保護外商的人身安全呢? 財經時評人古春秋向希望之聲表示 一邊習近平在安撫 一邊中共的職能部門又繼續擴大反間諜法 繼續對外企進行搜查 對人員進行拘捕 這本身跟習近平的安撫是反著的 習近平既要又要 這是不可能的 外商非常實際 都在觀望 他們對你中國這一套口號 這套許諾早就疲勞了 你沒有實際行動的話 外資是不會投錢的 中共升兩上將藏殺機 分析值有三處不尋常 3月28日 中共黨魁習近平晉升兩名上將 包括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和國防大學蕭天亮 與早前呂欣同時晉升不同 這次兩人是原地晉升 去年以來 中共掀起新一輪軍中清洗 退役空軍上將劉亞洲更早在2021年被傳出被抓 近日 大紀元獲得獨立消息指 劉亞洲已被判無期徒刑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3月29日向大紀元分析說 這次新晉升兩人不尋常 其一是軍委政法委王仁華 原來只是中將 直接升上將 等於這個機構升格 可能意味著這個軍中特務機構日後更大作用 也為未來埋下殺機 其二是王仁華是海軍將領 近期 中共海軍在高層勢力作大 新國防部長董軍也是海軍 這可能會引發其他軍種的不滿 其三是 蕭天亮是劉亞洲當年在國防大學任政委時的舊部 習重用他 或許是蕭在國防大學清理劉亞洲餘毒有功 李林一說 總的來說 這次晉升兩人有點不尋常 這個禁閒儀式可謂充滿殺機 防備台灣有事 日本將整建5機場11港口 日本政府計畫指定5座機場與11個港口作為特定使用機場 港口重新整建 加強防衛能力 其中 沖繩縣內的石原港與納坝機場兩座設施都位處台灣附近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指定的5座機場包括位於沖繩縣的納坝機場 九州的宮崎機場 長崎機場 福江機場 北九州機場 11個港口包括沖繩縣的石原港與九州的博多港 四國的高松港 高枝港 虛崎港 宿茅灣港 北海道的劉蒙港 石壽灣新港 釋藍港 山小木港 串路港 石原港距離臺灣最近 被指定的機場將配備更長的跑道 港口則會增設額外的碼頭 報導指出 16座設施中 只有納坝機場與石原港 是在有爆發衝突風險的臺灣海峽附近 其中 石原港距離臺灣最近 位於臺灣以東約230公里處 一旦臺灣發生緊急事態 日本自衛隊與海上保衛廳即可使用這些機場及港口 部署人手 疏散民眾或執行補給任務 此外 經過整建的設施 平日也可以用於觀光或是救災工作 日本在2022年12月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當中就包括整建機場 港口 以因應緊急事態 至去年8月 約30座設施被納入考慮清單 後來才篩選出經過地方政府同意的16座設施 當局已將整建費用編列進2024年度預算案 相關部門近日將召開會議正式批准 澳洲學者分析 法輪功學員勸三退是搞政治嗎? 大紀元記者採訪問 法輪功學員勸中國人三退 推出中共黨團隊 希望中共被上倉清算的時候 這些中共的黨員或者追隨者們不要隨之陪葬 法輪功也一直說不搞政治 但是有人質疑 如果掌權以後會跟中共一樣獨裁等等 澳洲歷史學家馮崇義說 現代民主政治有一個原則叫政教分離 指的是上帝歸上帝 凱撒歸凱撒 屬於通俗的表達 但是真正政治學上的含義 就是教會跟政府分離 在中世紀 教會直接參與政治 引起很多宗教的紛爭和戰爭 現代是把教會和政府分開來 這是政教分離最核心的一個部分 至於這個人的信仰跟政治之間 本身是離不開的 你是個政客 政府領導人 你當然可以有你的信仰 你也可以用你的宗教上的道德 倫理來去影響政治 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 就是在政治權力運作方面 不允許教會直接去掌控世俗政權 搞獨裁或者不搞獨裁 這種搞政治的認知是基於很多華人被中共宣傳洗腦 不知道信仰跟政治應該是沒有瓜葛的 總統管理 從身邊主要人對被告封尊 已經在那裡 或者不敢表達 判其身那樣 重案的δ dro選手 運作武俄 共同道理 重案的民 Gin家 詢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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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腦爭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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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